根据联合国粮食级农业组织的报告 总面积大约1500万平方公里 也就是比整个南极洲还要大的土地正在退化 因此未来人类营养不良或者是饥荒问题 都会将变得越来越严重 是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群来自英国的专家开始从古老的树林 挖出富含真菌的土壤 将它转移到新的林地 希望这些真菌能够让在新林地的土壤和植物 变得更健康 生命力更强 以保障地球维持人类生存的能力 来自英国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 正在北约克郡展开一项自然恢复实验 将富含真菌的土壤从古老的树林 转移到一个占地78公顷的新林地 这些土壤的核心蕴藏着300种重要真菌 与树木形成共生关系 是一种能够帮助树木抵御疾病和极端天气的重要真菌 根据环境采集的树木样本显示 目前许多新的林地已经找不到这种能够保持树木健康的真菌群 因此为了保护树木品种 这些真菌转移计划刻不容缓 移植到新的种植地之后 真菌是否能够在新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暂时还不得而知 专家表示还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加以观察 不管怎样 斯金格说土壤退化正在破坏地球维持人类生存的能力 如果不及时扭转这个趋势将给几代人带来挑战 再加上十几二十年后 全球人口将增加五分之一 至将近一百亿人 营养不良 饥荒问题预计也将会变得更加棘手 也因为这样 专家们转移真菌保障土壤健康的任务 也变得更迫切更重要了 再加上十五分之一